如果要更完備的話 當然我後面又加了一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分割的話 那我把它怎麼樣 重新分割完之後 我就把那個 old.txt 怎麼樣 再把它remove掉 所以如果假設啦 我希望怎麼樣 因為我把它 old.txt 已經都 把它再分割回去的話 那 old.txt 我就是希望把它砍掉 那如果你要把它砍掉的話 很簡單 就是再加一個 always.remove 後面的話只要指定它的路徑就可以了 比如說我要把哪一個檔案砍掉的話 那我就加一個那個什麼 它的完整路徑 e-mail 我是放在e底 e-mail 斜線 當然如果假設你這邊加一個小r 你這邊就不用兩個斜線 所以如果我程式裡面有兩種表示方法 如果有加一個小r 那這邊就不用加兩個反斜線 可是如果假設啦 你如果沒加那就兩個啦 那至於哪一個比較ok 其實就看個人習慣啦 如果你覺得說那個小r也沒有特別作用 那不然你就兩個就ok了 因為有的地方 它的路徑那個反斜線很多 你就一直加很麻煩 你一般在這個前面加一個小r 那你就不用一直加兩個 加一個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把它分割完之後可以看到 看一下 那個o.tfd 現在還沒有 我把它執行一下 所以你可能要看一下執行 然後分割完之後的話 o.tfd幫我把它刪掉 看一下 這邊有把它分割回來 把它再分回來之後 那這個o.tfd就不見了 那相反的呢 我們最早的合併有沒有 一樣我這個底下也把 就是我希望合併完 變成o.tfd之後 也把那個25個檔通通刪掉 那用25個檔不是一個 一個的話領務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25個的話 那我還是會需要用o.tfd 跟他講說你幫我找一下 這個目錄裡面的每一個 檔名跟副檔名 找出來之後呢 把它放在o.tfd的後面 他就可以幫你把它 一個一個的把它刪掉 所以哦 加了這個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這兩行其實跟上面這兩行 是一模一樣的 把它拉過來 只是在這個回軒的下方 多一個o.tfd 其他都一樣 ok 所以這個我把它執行一下 理論上 這個全留意地址嘛 現在有嘛 所以把它合併完之後呢 順便砍掉 變成o.tfd 執行一下 那目前來看 應該裡面就空掉了 然後呢 底下的話呢 o.tfd就存在了 所以等於是說 如果那邊砍掉 那就留一個就可以了 不過這個邏輯 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不能相反 相反的話 如果要刪了 結果兩個都刪掉 那就要重來了 ok 所以今天的話呢 其實主要 就是又延伸 那個 我們之前本來說 一個檔案 今天的話變25個檔案 那其實難度 就會增加許多 但是呢 其實雖然難啦 但是你會發現 主要透過那個 FOR回圈有沒有 其實來處理資料 那就好像也沒那麼複雜 所以如果將來 只要你檔案的數量越多 我相信你FOR回圈很重要 那通常也會配合一個 所謂的那個串列有沒有 串列一定要配合這個回圈 所以你會發現 串列跟回圈 好像是割良好 有它就有另外一個有沒有 所以如果兩個其中你假的 不能很熟悉的使用的話 那可能就會發生錯誤啦 OK 所以請各位最後再把這邊試著完成 所以今天主要練習就 全選螺旗意識的合併跟分割 那當然後面其實我還是希望說 你們如果有時間的話 自己再試試看 比如說前面有講過的 存層CSV 有沒有 還有存層XLSX 但是 有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也不難解決 就是這個檔案有沒有 它的分格符號呢 它不是逗點 但是如果你要存CSV的話 要變成逗點 OK 不過其實有個方法 就是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空白全部取代成逗點就好了 你說老師怎麼取代 如果人工之間是Ctrl-H Ctrl-H 不是空白拿下一個逗點 有沒有 有沒有 逗點 然後全部取代了就好了 它就全部取代了 這樣就全部逗點 我看 全部取代 有沒有 全部變逗點了 對 OK 但是你說老師 那如果不要人工作業呢 那Python裡面有一個函數啦 叫做replace replace刮符 就是第一個就是空白 逗點 第二個就是逗點 它也可以啦 OK 所以同樣的動作 只是在Python裡面改成用replace這個 function 就可以解決了啦 OK 你說會不會很困 不會啦 其實 所以要把它存成CSV啦 存成Excel 其實都OK 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 試試看 把這些資料看能不能全都丟到Excel 那你說老師25個怎麼放 一個工作表放一個比較好 第一個放三重 第二個放中立嘛 一直可以推 或另外一個 可以把25個放同一張表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看你還怎麼放 OK 只是說這個的話 那就請大家回去玩玩看好了 如果玩不出來沒關係 下一次我們再來看好了 就把25個檔案如何再變成Excel OK 所以下個禮拜會再結合Excel 把Excel當資料顧用 OK